在议长及志工们的协助下 创世院民们手持箱 向青安宫妈祖娘娘祈福 睽違三年 创世基隆院举办秋日亲旅行 与南山人寿基隆通讯处的员工 一起推着轮椅 带着植物人院民们 到百年历史的委托行街区 青安宫进行社区融合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力量 那青安宫本来就是一个 救人或是住人的一个单位 那跟创世基金会一样 大家共同秉持着一个理念 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朋友 大家一起来回馈社会 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感受 那大家看到院民 有些人你不知道他听得到或听不到 或听得懂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今天刚好天气也非常好 我也希望妈祖娘娘可以保佑我们的院民 保佑我们的家人 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一直很希望能在为植物人的朋友们 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这次带领了伙伴们来参加今天的社区 融合活动 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非常感谢就是南山人寿 然后许处经理 带领伙伴一起来参与 然后还有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 在百忙之中可以来 跟我一起参与 外出的社区融合的活动 真的非常的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 基隆乘识基金会正在安装防火门 由于每片防火门的造价 至少十万元 价格不低 还有十六扇防火门需要资金来协助 基金会期盼社会各界能伸出援手 守护愿民们的安全 社会的大众可以帮忙 就是一片尿布 十块钱也可以 那一个月三百元 那植物人的安养经费 我们也希望是 一六五零一路有名 那希望大家可以 帮帮基隆创世基金会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